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夏威夷的西肯空军基地精神地标前面 他精神地标上面放上了四架的F-22战机模型 也象征其西肯空军基地就是F-22的家 但是在这次Rimpact里面特别还从本土调来了F-15C打击战机 这样的一个战机其实跟F-22一样的设定都是属于空优战机 他们将在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当中来执行任务 同时F-15C所担负的任务正是一些假想敌的任务 我们现在听听他的驾驶员怎么说 F-15C未来即将陆陆续续地从美国空军中来退役 不过在之前曾经传出台湾军方一度有意愿 想要用租借的方式将F-15C纳为己用 因为我们的幻象两千战机在国军的设定当中 也是属于空优战机跟F-15C是一样的设定 但是F-15C要是真的能够租借给台湾使用的话 其实能够填补台湾在空优一个这样的一个破洞跟缺口 但是因为F-15C一架的单位造价非常的高昂 因此用租借的方式对台湾的军方来说 恐怕是比较经济跟实惠的 那这一次其实美军集结了两百架以上的战机 在整个环太平洋军演当中 其中就包括了F-22 F-15C A-10攻击机 以及其他像是P-8海神式以及C-13洞等等的各式运输机 总数超过了两百架以上 他们都是为了这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进行任务编组 临时来到了锡克空军基地 所以整个锡克空军基地目前里面战机的阵容 可以说是非常好大